90.4分 瓜哥好 彤彤好 妳好 金星老師好 今天是挑戰第14關對不對 是 是他邁向第14 對 今天帶來什麼歌曲 黃怡霖的感謝無情人 又是跟感情有關係嗎 感情 其實我 我如果有喜歡的男生的話 我都是不太會 搖打 對 我都是屬於暗戀型的 我之前在讀書的時候有 有喜歡 欣賞喜歡過一位學長 那他知道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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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總要想辦法讓他知道 沒有 那時候就是 我們去上學的時候 上課的時候 然後我們都是 我都很希望可以跟學長 可以搭上同一班公車 因為那一位學長 他就是非常愛遲到 所以我每次都為了等他 然後都遲到 你也自己也遲到 然後有一次 有一次就是下大雨 然後公車上面的人 大家都有雨傘 然後之後我沒有雨傘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等一下下車的時候 我就要淋雨了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就在幻想說 那位學長會不會幫我撐傘 對 因為可以共同撐一支傘 對 然後我下公車的時候 那位學長真的幫我撐傘 然後我們兩個就這樣 就是雨很浪漫 很浪漫的走去學校 可是在這路 走去學校的路上都沒有講話 然後他到現在也是不知道 那時候我對他有感覺 那妳怎麼用什麼心情 來唱這首歌 是 感謝無情人 其實我選這一首歌 是想要挑戰自己 因為我之前選台語歌 都是比較心事一點的 這一首是比較 傳統一點的台語歌 好 我們來聽聽看 感謝無情人 謝謝 你的海水賺什麼 望遠近海的深水 海水一水吞下去 哈感謝無情人 上昏是上昇大 遙遠對愛作夢 作一個無心美人 下賺獵一生的 星 cabin tarme的深水 變心下來 ROST 胡亂猖云 jetzt 詳細接賺一燦 lasm planners 無事去愛辦人 ��고 我認識她 在這個 Swan 這麼艱難 無情的人請你冠近地開 是你叫我倆聽你聽不懂事 客人請無情人 上昏是上車長 又問你愛做夢 做一個好心的人 客人請無情人 變身又來瘦瘦 風須一沉一沉 不可以再去愛白人 美女就感冒 謝謝 感謝無情人 蔡佳蓁 是 好 我們首先請評審來做講評 丁曉雯老師請 佳蓁 幹嘛有一個致命傷嗎 下不已 好 剛剛那個已經死那個地方 妳原來是要唱真音還是要轉假音 真音 妳要用真音唱 這個字沒有這麼了不起的困難 我覺得妳好像心裡有一點障礙 其實妳其他的都唱得很好 只有前面有大概兩三個字 稍微音準有一點點小小的瑕疵 其他唱得很好 包括妳的律動感 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覺得妳要吸取這樣的經驗 妳知道 吸取這樣的經驗 妳在練習的時候 就要找到別的方法 而不是說一直這樣唱 一直這樣唱 然後我唱十次 大概有九次是OK的 一次我沒有把握 不是這樣子 妳要找到別的方法去唱 讓他唱到就是每一次 你都很有把握 他沒問題 OK 好 加油 龍文雄老師請 我覺得 一個小小的失誤 也不用壓力那麼大 我覺得 因為其實這個歌 妳在唱的時候 我就覺得妳的悲感壓力 妳都反映在妳的喚氣聲上面 我覺得這個歌 妳的A段那個喚氣聲 讓我覺得唱得好像很符 另外這個歌還有幾個地方 我覺得既然唱台語歌 我們還是要講一下 感謝無情人的人 轉成紅 最再重 重也是恩韻 比如說 感謝無情人 其實還是要恩 你可以 人 就沒有恩了 這個是不行 你可以玩恩 但是不能不恩 因為人這個字就叫恩 最我是最正當 你也是要恩起來 但是你都沒有 所以教練不要自責了 我知道妳在台上的壓力 但是過了就過了 我們把後面唱好就好了 好不好 加油 是 謝謝老師 兩位今天的挑戰者 孫培恩也是90.2 是 梁敏靜90.2 來,請到這邊 因為你們今天是所有的選手裡面 分數較高的 也看能不能衝擊到我們的衛冕者 是 我們能不能看看今天衛冕者 一點小閃事 會不會影響他衛冕之路呢 是 感謝無情人 蔡佳正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感謝無情人 分數會到哪裡呢 目前分數來到了89.6 很自責的佳蓁 是否能夠繼續衛冕呢 90分了 還有沒有 90.1 90.1 很靠近我們的挑戰者囉 90.2 90.2 還有沒有 90.2分了 恭喜90.2分 好 也就是卡關 90.2 三位都是90.2分 來,謝謝 我們先回顧今天的總整理 今天我們現場有很激烈的現象 有三位並列第一了 恭喜三位也共同獲得一萬塊獎金 恭喜 恭喜 也恭喜青少年組有人畢業 下禮拜會新同學家的同學 謝謝我們沙倫國小的同學 謝謝 謝謝 感謝現場所有觀眾朋友 更謝謝非常辛苦 專業的No.1評審團 謝謝老師 更感謝用生命伴奏的孔強大樂隊 謝謝 謝謝老師們 感謝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 給我們鼓勵 別忘了每個禮拜六的晚上8點 鎖住民視收看 台灣那麼旺 金牌烤味戰 下週見 拜拜 拜拜